在娱乐圈这个大人缸里 有的女明星虽然风情万众 私下却是出于女儿不然 有的女明星努力装出 洁身自号的样子 但是私下却是弥烂不堪 大家好 我是德安 今天我综合了网络数据 给大家盘点一下 那些情史极其干净的女明星 每一位都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第一位 温碧霞 她是风神榜中的打击 也是火玫瑰中的海潮 更是性感妖艳的代名词 风情万众已经无法形容她的美面 相间坦露 眼神迷离 骤王不思朝政是绝对有原因的 在镜头中她是如此的无媚动人 但在自己的生活中却是十分的保守 和丈夫相职之后 就没有出现过任何绯闻 甚至连负面新闻都没有 2000年10月1日 温碧霞和香港商人何祖光举行婚礼 结婚之后就开始淡出娱乐圈 逐渐降低了媒体曝光率 开始以生活为重 为了照顾家里的老人 将工作推迟甚至推掉 结婚22年 两人的感情一直甜蜜流出 他们受养了一个孤儿 并且将孩子加入了族谱 现在一家三口生活 十分的幸福美满 第二位陈好 提到陈好 大家首先想到的角色 一定是万人迷万灵 身材火辣 浑身放电 身边的追求者一大堆 万灵这一角色被陈好演活了 再加上大胆惹火的造型 直接导致很多人认为 他就是本色出演 也正是因为这一角色 陈好突然爆火 绯闻传言 自然也随之而来 私生活混乱 混迹于大鹅之间等谣言层出不穷 如果换作其他演员 多少会炒作一下 从而增加一些热度 但是陈好却是直接出面澄清 这就是他人生的污点 并且直言不会和圈内人交往 更不会做出像传言一样 乱七八糟的事情 当时还是有很多人不信 直到2007年 陈好正式公开了自己的恋情 至此那些绯闻才不攻自破 2009年12月 陈好和高级经济分析师刘海峰结婚 2010年考取了中系的演员生 毕业之后选择戏影 并且留校担任表演戏的老师 过着十分简单朴素的生活 第三位中楚红 她是纵横四海的红豆 也是流经岁月中的朱索索 更是秋天童话中的李奇 因为和周润发合作了胡岳的故事 而正式进入了观众的视野 曾经有一句话 是对她最真实的评价 再红红不过中楚红 在上世纪末 美女如云的香港影坛 中楚红一头乌黑蓬松的卷发 加上小麦色的皮肤 一举一动都透露着风情万种 虽然有着绝对不平凡的外貌 但她却没有被虚假的欲望所吞噬 犹如出水芙蓉一般 性感写真广告曾经风靡一时 接到众多广告邀约的她 却是无一例外的退辞掉 在这个风情万种的皮囊之下 有着一个出于你而不染的灵魂 1980年因为工作原因 认识了企业家朱家鼎 自此开始和娱乐圈的 种种划行的界限 1987年两人正式去了恋爱关系 两人的恋爱十分顺利 经过了四年恋爱长保后 两人在美国秘密注册结婚 没几年之后就宣布吸引 和丈夫一起过着 平淡性的美国 不幸的是朱家鼎 因癌症于07年去世 为丈夫守寡至今的钟主文表示 自己以后不会再嫁人 没有人比她更好 第四位 袁拳 她是中国记长里的避难 是前半生里的唐经 也是上海轮巴里的婉遇 即使是配角 也能演得十分出彩 袁拳给大众的印象 除了精湛的演技 以及清冷的高雅气质之外 就是从校服到婚纱的爱情了 1996年考中中戏和下雨相识 袁拳的高冷实在是过于可怕 下雨追求袁拳的时候 十次邀约九次都被拒绝 终于在同学的帮助下 1999年两人正式开始交往 就在两人的感情 到达平静期的时候 下雨传出了绯闻 但是绯闻终究是绯闻 在知道事情真相之后 两人又一次坠入爱河 在2009年 两人结束了十年的爱情长跑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虽然在下雨的身上出现过绯闻 但是袁拳却是一次都没有 金一星曾经说过 能驾驭袁拳的男人不一般 袁拳十分有个性并且定力十足 她在圈内更是异常的低调 对此下雨也表示肯定 过分的低调 甚至几乎达到没有存在感 更别说绯闻了 第五位何赛飞 她是影视剧中的姨太太专业户 因为气质极其富贵 像极了有钱人家的富太太 就像是王耀庆一样 她一出场就意味着 全剧最有钱的人来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气场 注定何赛飞演不掉穷人 从倾城倾国的美人 再到富有女人味的姨太太 每个角色都是妩媚动人 但是在私生活方面 何赛飞却有意义上的简单 因为一次巧合 何赛飞认识了班主任的儿子杨南 两人一见钟情 1983年两人开始正式交往 并且两人都是对方的初恋 五年之后 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十年 两人迎来了家里的第三位成员 直到现在何赛飞也没有出现过绯闻 一家餐口过着安稳平淡的生活 第六位孙丽 她是《仙剑奇侠传》中的青儿 也是最权重的聂兵 孙丽十分的温柔内敛 在片场不演戏的时候 一直很文静 《小家避语》这个词 形容她再舍不过了 1995年 在北影担任助教的黄磊 偶遇了来北影参加入学考试的孙丽 黄磊对她一见钟情 两个月后 随着黄磊的表白 两人也正式开始交往 两人从2001年的时候 就在准备结婚了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硬是拖到了2004年 从两人相识开始 到现在20多年了 孙丽没有传出过任何绯闻 两人更是成为了 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目前夫妻二人 育有第三个孩子 生活也是十分的安稳幸福 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中 有几位女明星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不需要绯闻炒作 也可以出名 当然还有很多女明星 也一样如此 那么本期盘点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德安 期待我们的下次情遇